昨天哥几个来家里喝 我全程用这玩意开 这就验证一句话 男人至死是少年 这玩意开始既好玩又解压 有时候换一种生活方式 就等于换好过来 开出的空挂也别扔 留着弹个烟灰 种个花啥的 这东西真的好用吗 买了 19块9一个 咱俩一看看 那这就是这样的 然后两边这么一捏 就出了两个小尺尾一样的东西 不是刀片 然后这边 还是一个开瓶器 还送了两个保护套 防割水的 咱直接开车 咱先搁一个空瓶的一拉罐试试 很轻松啊 一下就开了 就是这个口 拉不拉嘴 还是有点锋利一点 但是没关系 咱有这个保护套 咱再搁一个新疗 搁一个长选就试试 不知道这纸碎行不行 这也没问题 特别轻松就开了 就搁这 看看有没有碎屑 没看到有碎屑 没看到有碎屑 没有碎屑 这个边缘还是很锋利一点 喝的硕必须得套这个汤 再尝一口 咱再试试这种 皮稍微硬实点 它能不能割片 也没问题 很清楚就割片 割下来的瓶盖是这样的事 它就是把这层给割掉了 但是里面没有碎屑 它割的比较好 它割的比较好 这吃果肉就方便了 咱再试试它这个 开瓶器 挺好用挺方便 挺适合聚会用 聚会的时候 不得喝饮料喝酒吗 然后喝完的饮料瓶 一打 打完之后 直接当烟肥杆 用完直接就扔掉 就不用倒烟肥杆了 开盖器给大家测完了 割完的饮料里面 确实没有碎屑 还可以当烟肥杆 但小花瓶用 KT见